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18楼CP座 今天继续由中大校友包听 我们上一集介绍了千禧校友 我是千禧之前的校友 我是84毕业的黄德泉 欧罗宪2010 你吧 六元我 我是1991 1991 也是私底下死 三个年代 刚刚90后 六月文你过往曾经参加过 中大校友评议会的工作 你回忆什么时候开始 为什么要加入这个校友会 因为我们上一集说到 校友会好像中学大学 多数都是联合儿 大家去社会 喝茶 喝酒 踢球 你那时候的心态是否这样去加入 其实也不是的 其实我那个年代 应该这么说 校友评议会这一件事 你说起 世上高是 一直都有的 它是一种英式的制度 它是给校友有一个角色去参与 因为其实很多 几百年历史的大学 英国和美国都好的时候 为什么会着重校的圈子 就是它往后对大学的发展很有意思 例如说是筹款 或者凝聚大学的群体本身的凝聚力 很有用 所以平议会本身最初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英式的制度 它是可以给校友有一个参与平台 是一个咨询组织 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 就是跟其他校会不同 因为它是在法律上写定 它是一个法定组织 所以它有些规矩就是 你不同其他现在很多校会 基本上是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或者是社团 都可以 但是平议会就是法定 所以其实中大63年成立 但是它真的搞起平议会 因为你要有一定数量的校友 你开始凝聚到那种参与才行 所以其实平议会93年才有 就是中大30年才有 当初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不太回忆 这个平议会究竟是可以做的 因为它有一个咨询性的功能 其实实际上高也很少 但是近年大学有很多有争议性的事 或者关乎大学发展 校友都关心 现在平议会变成一个 大家就会有一种期望 就是要求它发挥它的平议功能 所以就是这样 其实我最初的时候就是 我也是刚刚90年代初毕业的校友 我们毕业没有多久 就突然会开始运作 那时候就很顺理成章 因为就好像阿乐那样 阿乐做过学生会 我又做过学生会 那做完学生会之后的时候 你刚毕业那几年 肯定是常常挂着学校 或者是想参与 那时候就开始参与 那变了一路十几年在里面 十几年在里面 即是由开初都一直在 其实我正式 我记得是95、96年 开始参与他们周年大会 去听听里面是什么 当时多少人参与那些周年大会 其实当时开周年大会 都有七八十人 也不错 其实应该这么说 93年成立的时候 其实那段历史 其实那时候争了一次 因为当年 好像今年选举那么紧张 是的 当年也是这样 当年是的 因为第一届 其实你讲回当年的历史 蔡子强那些 他们好像 他们也有份子去选的 大家去选的常委 但是实际上高 其实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 以色形态 就是年长一些的校友 就经常用一种说法 就是他们不太希望 评议会 再拿学生会运作的模式 就是因为太过争议性了 但是没有学生会的模式 也有他的目标 目标是否学习 但是教育的目标 他们所做的是一个 怎样的评议会 他们想的目标 这个就要讲清楚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评议会或者那些校会 通常都会说 评议会的目的 是要帮大学搞好形象 凝聚好关系 或者大学筹款 但是我就翻查过 评议会有很多资料 包括大学条例 其实大学条例里寫很简单 大学条例第九条就说 要成立一个评议会 那个评议会 可以向教育会和校董会 去表达意见 其实这个已经很表明 就是评议会的目的 很清楚是一个 提供议会 提供意见 是的 为什么叫评议会 就是学校有些东西 你要评议 就是你做一个第三者的角度 去提出意见 但是我的体诚就是说 其实近年 你觉得评议其实不太多 多数他就会标榜 搞什么筹款暴行 或者是搞一些 那你在里面的 你有没有提出你的意见 那我当然有 不过就是 有数据书 小数派 是的 因为亦都要知道 评议会那个 常委会的组成 其实你说是一种 是全民选的 不是 他有直选一位的 主席副主席就是直选 还有六个常委是直选 他不是用一种内閣制度 六个常委 他每年有两个退选 即是是 每年都有选 但是其实他也有五个 是由校会联会直接委任 其实他的构成 其实就是象征有一个 他们上海的象征 第二就是说 我不是不侵校会联会 虽然在法定上 其实在一个限制框架 我们称呼是这样 你就是 你就是 憲制框架 其实是没有校会份 但是他们的角色也有贡献 所以 就变成了五个 是他们直接委任的职位 那些职位 就是一年的 选的就是三年的 这个就是他基本上 那个委员会的组成架构 但是如果你可以 推动到多些 九九零年代不业的校友 不断地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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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是说他们都 我又应该说一句话 就是当年 就是我未选入去之前 其实黄世泽选入去一次 当时 其实那几年 大家几乎就是 就是 他们那边去提一个 我们那边去提一个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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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有时会有些竞争性 但是 讨论当然没有现在那么尖銳 但是起码 那个参与方面的时候 其实也还有空间 但是如果 就是 刚才你可能会 有一种想法 你今次你 竞选年任之前 你知不知道被人封杀的 其实都感觉到 因为 其实从来 我就想批评 就是 他们很少用一个 今次选举主席 他有一个团队形式 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 陈志生拔出来的时候 他拔多两个 都有校会联会的 有份量的 在校组织里面 有份量的人士 他们用一个团队形式 大家去互相枯票的时候 已经很明显 就是说 陆遥云听 你不用想了 他们已经是一队 要投的 就全部投这一队 不用投你 其实在开始的时候 已经知道 他们已经有种形成 去年也很清楚 看到 就是说 去年 有 包括再加一个 就是 有一个出决的位置 选三个人 他们那边很强势 派了三个人一起出去 选 然后就扯高了 就是拔掉了 那些 拔掉了 那些 所有的位置都立了 这几年 可以看到 欧乐骏 刚才你上一集说到 组织力很强 你如何意识到他们 组织力很强 组织力很强 很强 第一 你有几样东西可以看 第一 你看外面的名单 你想想 你自己 我们委任开的那些 其实很多 都是一些 就是我们之前做过 学生会的那些 就是名字 或者熟口熟面的那些 名字 但是你见到 他们一落到去 一辣的那些名字 很多人都是很生的 你都知道 你都打了意外 一进去 你见到 动员到在场群众 我不是太清楚 他实质上是如何动员 但是 起码我们进去之后 你见到 一班老校友 我估计他们都是群体来的 例如打完网球 就进去 喝完茶 或者怎么样 星期六 下午没有 喝完茶 可能都是类似 乘车 一车一车 那里成两百多 一车一车一车 你这个数目 你再看里面 零零省省肯出席的 其实都是很熱心参与 宗帝校正校友 其实大家都是熟口熟面 都见过 都是零零省省分布在几个角落 那你都知道你大生意外 是啊 其实陆元文 你过往做过什么改革的事务 或者再加上 为何你又会 刚才我讲演 你是校董 为何又会 校董 为何又会 校董 如此紧张的情况 为何会容许到你 其实我会 最为意 我不知道 有没有夸张了 其实究竟是否我 入了校董会 其实是影响了这个生态 其实有可能 但是校董这个 现在 应该说回 为何会有校董 即是校友校董的席位 其实它也是法律規定 就是可以选三个校友进去 我选的方法就是平议会 那平议会怎么决定呢 就是其实它也有一些 像未来选特首的 基本法五十条 即是你要有个身份 才是候选人 我不是说 其实我是很倡议 选举委员会 其实它是要有常委 即你是常委的身份 你才可以做候选人 是 其实这个已经是小圈子 即是说如果有校董的选举 其实合资格候选人 最多都是只有十二个 因为第十三个是普选的 普选的 但是即是说 例如说德哥你是校友 阿乐你是校友 你可不可以选校董 不行的 即是你要进去 你不是常委 其实包括这些东西 我也有觉得突显了一些 不公平式是否要检讨 或者近年其实 02年之后送大人报告书 他对大学管治那方面 教育会和校董会 其实他是有些改造的 这些讨论 其实现在一直都是拖着 和继续 但是我觉得 我那次是很幸运地 即是在大家不在意 即是说 这麽角力竞争之前的时候 就是事不去之后 他就发觉惨了 即是雷文进去 可能就在校董会里面 会提很多问题 提很多批评 我相信有可能有些校友 在我Facebook看过 都不觉得我是那些 即是很行动型 或者我没有 我没有在校董会里面 我会订招 但问题就是 其实许少议见 其实他也忍受不了 这个是很明显的 许少议见 你觉得你的意见 是否合理 当然是合理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其实有人会有麻烦 例如说 在早大半年前 校董会审议过一个 现在新的书院 新书院 我们批评的新书院 其实跟旧的很不同 他们又不成立校董会 即是没有组织 还有究竟 校董会就审议 那个 细书院的章程 当中有规范到 例如说 细书院成立学生会 就应该如何 我只是看到 就是说 其实他里面 去加入了一些 原有书院学生会的 照抄而已 不是 其实他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说 其他书院的学生会 如果他成立 或者去修改会章 他是按照现在的做法 就不用经过孙的校董会 其实那个是 因为他的行为 是落山自治的 但事实上 他现在 我就会觉得 他 因为 现在 为了去满足 细书院 因为没有校董会 但他们就觉得 哎 我们也是搞个股民委员会 去扮认校董会 这样 就叫做 去笼络住那些 可能是捐钱的人 但这一个 其实又不是校董会 或者不是那些所谓 Broad of Trustee 那些 其实没有什么功能 我觉得 有些人就想 订阅 我订阅 不如给他一些功能 他都会对学生会的成立 或者他的章程的审议 有些权力 给他一些贡献 加上去 那后我看到 其实我一看到 我就想比对一下 现在 其他的学生会 如何 我只是提出来 有不同 以及法例 如果大学制定的任何 不是属于法例的部分的章程 一旦和法例是有抵触的话 那些章程就叫做无效 我只是问一条问题 我就说 这个和大学的法例和规程所写的 很明显就有出入 你们有没有问过法律意见 或者是说 会不会影响到成份的 新书院的章程 会产生一个法律问题 最初的时候 他们都是拿些东西推讨 说我们经过很多程序 经过很多人看过 应该没有问题 我坚持问大学 你有没有拿过法律意见 他们就不敢说 当然 最终 其实 幸好 校董会主席 郑海泉 他都很肯接受 他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意见 虽然后来校董会是过了 他修正了错误的地方 他就说可以给予认识 他没有说有否决权 或者在这裏有决定 但起码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提意见 并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他就说 因为校董会 作为一个最高管治的单位 他有时有一些很多时提上来的东西 他们的说法就是说 其实已经是经过很多管理层的过程 很多专业 需要去 你不需要去想想 你不需要 其实可能是邀请我们做橡皮图长 你阻止吃饭 你阻止联席 你阻止联席 阻止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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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最大恶劲 最大恶劲 你讨论第二件事 讨论怎样籌款 怎样去载 大家认识哪个校友 校友最近有威威 我最不认识就是这些 不认识就是鞋 所以阻止你 你讲的 你讲这些专程的事 起码大家讨论的过程 有几次会议讨论 我押后了一次 押后了之后一次 其实是 我明白他们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陆玥文提到一个意见 可能背后要有很多人做很多功夫 当然要 你要确认 但问题 我始终觉得 你作为最终负责的一个单位 你没有理由 如果是错误 你会看到你不出声 这个如果给我 我接受不了 上一集 欧朗轩说到 7月9日的选队会议 他说明知大小已去 但大家接受过高等教育 一定是接受过高等教育 大家都是效仰 没有理由 没有接受过 大家的容忍程度 你觉得行不行 大家都是效仰 我就会说不行 我觉得大家都不行 因为 大家是效仰 同出一门 你不要说我说他们 你想想70年代发生什么事 就是国税派 那些火虹年代 那些我们刚出生 我们就不知道 但你要明白 就是现在他们 有些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第一 他们当年的老校 还有那时大学 每个书院都是小的 基本上你很容易 认识成级的人 成届的人 认识成级的人 现在他们都退休了 没有空 你会永远面对 他们的结构性 他们很容易 召集成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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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容对方的意见 召集成级的人 召集成级的人 没有什么 可能有代构 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做事 原谅这些孙子 是的 真的做得理 做得理 做了三代中大校 应该标榜这些 三代中大校 十多岁 应该有没有 差不多 他们常常叫你们 不要搞那么多 大校的排名又下跌 你越搞那么多 为什么排名最重要呢 是的 另外一件事 你看一下 其实我们好知道 其实有一班 真的长期跟进 或者关心大学法治的校友 会肯去出来 但是他们的做法很肯定 第一是合下 第二 他们也不见到质素 因为问题就是 他每年只是来去举一次手 你说在那一年的任何过程当中 他是不是真的 关心大学的有什么发展 或者给出一些意见 我又见不到 先上一集 欧乐轎对新校长沈祖堰 忌厚 你又怎么看呢 他是某定程度上 都改善了一些沟通 这个很明显 他跟校友 或者同学的沟通手法 都比以前好 即是外交 我以前也不相信 我们在近几年 特别活跃 就是那时候 《学生报程式版》那件事 听到同学如何批评 劉遵义如何傲慢 我真是自己 走入中大 我看过一次 劉遵义如何 跟学生对话 那种傲慢 你连校友都受不了 即是你说 我要模拟一下 因为那种傲慢 我就是平日入学 那年第一年 就是学生报程式版式 那些平日第一 就是校长会见同学 那校长会见同学 你是否想示范他如何坐 我也想示范他如何坐 他一开始 他会坐在那里 歪起来 跟你说话 他还会硬脚 硬脚 硬脚 嘻嘻嘻 同学问他问题 例如说那时候 你被人的祖老田大学 委任他做荣誉博士 问他那些荣誉博士 是不是 值得乱颁颁给你 或是董建华 问他 其实我觉得这些很平常 其实外面也十个八个 我只要拿几个 你喜不喜欢 喜欢的其实可以颁几个 你应该立刻叫他颁给你 下一句我问 不如你颁给我吧 但是我们很认真 下面的同学在问问题的时候 他好像是很轻淆地 很简单地回答问题 兼且是用一个扭向一边的姿态 跟你说 对错我知道 我们那个年代 没有跟校长对话 现在越来越专门 不过我没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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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李卓敏那时候 很多70年代的老后友 说他们那时候 都这么粗赏看完 即是校长官底那里去谈 那时候 那时候 那样东西 或者是医学院事件的时候 跟马林说 其实应该这么说 但是一向都有一个传统 其实我不明白 那些老人家 慢慢出来就不记得了 还有你应该想就是 是否不同了一代人 不同了一堆人 应该这么说 找了一堆保守的人 我经常都会问 很火候的那堆人 想保守的人去哪 他们当年所做的 其实和现在 对于社会的进步 有什么期望 我想每一代年青人 本身他们都会抱着一种 那种心态 比较理想化 我应该这么说 其实他们当年也是这样 但问题就是 我经常都会问他们 你们当年所做的事 有没有影响到 中大往后的成长 其实没有 但问题是 他们现在就会担心 这些年代的同学 或者他们还称呼同学 我们叫校友 他们经常说 这位同学 所做的事 就是会影响大学 这个就不是 而且你要想想 我们中大过去的文化传统 有一种对社会和对学校 有一种要求 有一种批判 其实我倒过来想 就是说 难道我个个人都是一个复制人 出来 你教了一帮技术官僚 教了一帮奴才出来 就好 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 讲到选举 你觉得 周晴是否一个合适的人 还是导致今次的致命伤 其实我不觉得周晴会是 你说如果我落选的话 我不觉得周晴是一个致命伤 因为实际上 我理解周晴参不参选 他们的团队都会出来 我都会 数诈的问题就是 就是票数或当中 能否拉到有一些游离 但现在的问题 周晴出来了 只不过可能会令到一些游离 都是不好 就是 就是 不要 会投避一些 就是说 叫做 温和一点 令到帝市 我又不觉得 投完之后会和谐 不过你说周晴是否一个 适合的人选 那我就觉得 就是想看他如何参与 你说一时间 很坦白说 你说一个人物和实力当中的时候 你先不要说他 是否有资格去做评会主席 但是你表现上高 亦都会相信一个 新年校友和一个 年长的校友 你在网络和拉票的时候 已经是很舒适 但是我问 为什么500票那么少呢 每一届都有很多校友 至少一千 我年代一千 现在应该多一点 加上石士生 很多 如果拉多些人 怎会得那千多票就已经赢了 坦白说 其实某程度上 我们也做了很多拉票功夫 我都有份参与其中 其实最后授权的人 是多过实际 我们可以实际出场 可以拿到的票数 差在我们没有办法找到 这些同学 真的愿意出席 我再说到授权票制度 其实也有很多年的争议 那些可能已经在争议 在欧乐圈未入学之前 其实我们有一班 我很赞成的 我上一集跟他说 一个人有五票 我很赞成的 太多不好的 你知不知以前是多少 以前未改例 2007年未改例之前 是一人争50票 50票也不行 他们当时一个人 今天就乘搭 其实 其实 一人五票是很好 我今次很少 因为今次 坦白说 五票是令到 加剧了他们的动员困难度 你也见到他们这样吹鸡 都很厉害 我想完之后 他们赢了一千票 其实每个人持五票 即是他们额外出的人头 是比我们多一百 你想想 如果这二百人 每人持五十票 乘下去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票数 票数是怎么玩 就是一万票 是很夸张 但是我反而会觉得 中大包厅 今天18个CP座 相当受欢迎 我看看 明天问一问监制 我们再录一辑 看看有没有时间 再讲中大校的校正 太过丰富 太过多 讲十多二十年 讲到七十年代 好 下个星期再见 期待 可 有部分 有点 也不得 我们有点 有点 有点 誠